布林肯在会议上宣布 对巴勒斯坦人提供新的人道主义援助 布林肯表示 最近以色列开放了更多的过境点 使更多援助物资能够进入加沙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 上周六 以军对加沙中部的袭击 已造成2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而这次行动 解救了四名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 周二 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 加沙停火决议 并敦促以哈双方全面执行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对这项决议表示欢迎 周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与布林肯会谈时表示 支持美国宣布的以哈停火协议 但哈马斯方面 尚未对该协议做出正式回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田园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作为摄影 中文字幕作为摄影